公事立法柴 公事立法柴 大家对水晶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路 今天讲下牛年开工的今日 我会介绍两个正的日子给大家 正所谓凡是要有美好的开头 那就顺利的 那就一定会全年行好运 今天介绍会讲两个日子的吉日吉时 第一就是2月18号初七 吉时就是上午9点至11点 上午都是上午 穿什么衣服会漂亮又正呢 很鲜艳的 红色 在这一天开工 全年都会工作顺利 还有你会很旺贵人 还有人缘、姻缘 对文职创作业的朋友 或者是自由工作者 特别暢旺 但是我记住 如果你是熟兔的朋友 就不要在这天开工 因为我们叫我双冲 要改一改 好了 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回到公司 好了 开电脑 传一些email 给客户打个招呼 如果你的桌子 写字楼 有些水晶摆设 OK 那你就拿来买卖它 还有跟它聊聊天 年结 我常常教的 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 噔噔噔噔噔噔 记住一定要 师傅 师傅加持开方的 银亮水 水晶水 评一评它 特别暢旺的 OK 第二个 即日 就是初十一 在二月二十二号 好了 吉时 亦都是 九点早上 至早上的十一点钟 好了 穿什么衣服又会好呢 哇 这个我好喜欢的 就是现在我用了这个 白色 白色就OK了 今天这个是对全年 工作会顺利 还有你特别旺财 尤其是如果你是做Sales的 要跑数的朋友 或者做生意的老板 不论你大老板 小老板 不要紧 特别有利的 还有会招来 女性的贵人 相助 但是今天记住 如果你是熟羊的朋友 是双冲的 是不适宜在今天开工的 那要改改 记住 总之你回到去 就做些什么呢 开电话 就是和客人打个招呼 那些发财 说些吉利的说话 好了 把你的水晶 和你连结 抹一下它 跟着又是一样 用这个师傅加持的 开工的水 派一派它 那全年就非常之顺利 不要有怕